相信最近拳网的朋友都在刷一个视频 就是关于江西湖心雨失踪案 那么事实证明一只优秀的拳 搜救拳对于侦破这样的案件 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今天加强训练 来 躺下 躺下 好定 我们还是用毛巾把它盖住 不要动 定 毛巾盖住 防止它偷看 防止它偷看 然后我们 去这边找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它不知道 你现在 是不是现在 粉丝你也不清楚 那么我们来找什么呢 我们就在这一群灌木丛中 灌木丛中 我们只找一只 我去摸一只这样的树枝 然后我们做一个记号 就是这么这么这全部都是这样的树枝 对吧 来 我们现在撇下一只 随便的撇下一只 然后我在这个树枝上 我在这个树枝上 摸一下 留下我的气味 然后 我们给它做一个记号 做一个记号 来 摄影师往前面走一下 我们画上三个 四个 五个道档 来证明 它找到的 就是我们要让它找的这只 来 我们把它插在这里 插在这里 好 插在这里 摄影师给一个大镜 来 插在了这里 插在了这里 上面有五个五个小点 来 我们现在走开 现在走开 家人们 这个视频是原视频 没有剪辑 为了保持这个视频的真实性 时间可能会有点长 希望大家还能够耐心的把它看完 喜欢的家人们给个双击 给个关注 不胜感谢 他现在还躺好 家人们看一下 躺好 没有动 他没有动 我们现在 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我来 我来揭开它的红盖头 揭开它的红盖头 好 然后 让它秀一下我的手 我的手就是刚才 我的手摸过刚才那个树枝 对不对 好 来 搜 搜 好 家人们 他出去了 他出去了 直奔目标 摄影师跟上来 跟上给一个特写 好 他在排查 家人们 因为人走过 人的这个气味会漂泊 他在他需要一一的排查 他已经感觉到了气味就在这一片 需要排查 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好 他进去了 家人们 他感觉到就在这块 看看能不能挑 能不能找见我们要要的那只 好了 家人们 来 我从他嘴巴里往中拿 好 放下 来 家人们 看一下 是不是那个树枝 来 见证齐齐的时刻 到了家人们 来 挑战成功 喜欢的家人们 给个双击 给个关注 谢谢大家